视频 美炒做中国沙漠链打航母 别搭理它们 美国媒体8日援银美海军学会网站发布的消息称 报道声称 该标靶的外形一如美国福特级航母 另外一个区域还有至少两个外形 几乎与美国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相同的全尺寸模型 报道进一步描述说 这些标靶下面有轨道 可以模拟移动中的舰船 这又是美军放出的中国军事动态消息 国际上没有人能在第一时间辨别它的真假 但它给了美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机会 设想一下 如果中国的尖端武器研制和试射 像印度那样张扬 还没搞出来就先吹出去 发一枚导弹就拿原规在地图上滑 宣布可以打到哪个潜在对手的什么地方 这个世界会不会更多一些剑拔弩张的感觉 但他们对中国尖端武器动向的描述 毕竟有瞎猜的成分 而且不乏根据美方需要进行夸张或贬低的动机 所以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为什么这么说 听者总要打一个问号 我们如果否认或者证实了其中的某一项 那么就给其他信息的守口如瓶 增加了外部猜测的条件 既然不说 就让他们从中方捕捉到的猜测参数是零 那样一来 美方把炒作中国军事科技当情报战来搞 套我方反应的意义就会屈零 他打舆论战的信誉也将变小 美方出现针对中国军力的这么多炒作 透露出的总信息是 他们对解放军加速强大很焦虑 问题是 那些炒作都是真的吗 让五角大楼去自圆其说吧 脸光大的